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平均数的假设检定 那么本单元是在解说的是大样本跟双尾的问题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例题 假设笔记型电脑的易经显示面板 我们的标准长度是10英寸 假设是太长太短都不行不合用 那么假设的话呢 就是一个有一家电脑公司的话呢 购计了大量的易经显示板 那么评管部门要来做检定这个工作 评管部门抽了36个样本 这是符合的是大样本的条件 得到了Xbar是多少 10.09 稍微略高于10 标准差是0.304 这是样本标准差 那么现在我们的要求就是在显著水准0.1的时候 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决策 做这个题目 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把我们的虚无假设先列出来 H0 H0标准长度是什么呢 是10英寸 于是我们说H0我们写的是μ等于10 太长太短均不合用 所以大小我们通通都要把它就是太大太小都不好 于是我们的H1拒绝的部分是μ不等于10 只要是不等于代表的是这是一个双尾的题目 下面我们把我们的资料先列出来 我们的资料N是36 Xbar10.9 S0.304 alpha值是0.1 那么因为它是个大样本 我们用的是Z的简定 现在先把这个Z的图画出来 这是一个双尾 那两边去两头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什么呢 这是0.05 0.05 两边都是0.05 那么我们查表 我知道这个0.05 这个查表应该是1.645 不过我们还是确认一下 把表叫出来 我们看看 0.05 这边就是0.45 同学看一下 没错 这边是1.645 好 我们把这个图表拿掉 我们写下去 临界值有两个 一个是1.645 这边是负的1.645 这两个Z值就是我们所谓的及格的标准 落在中间 我们就不反对它 如果落在两旁 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它是差太多了 就是代表的是结论显著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实测的Z值是多少 根据Z等于X bar减掉Mu除以S除以根号N 我们把它带下去 现在X bar用10.09 那么Mu带的是10 S带0.304 N带的是36 那么这个数据很好算 上面的话是0.09乘上根号36 根号36一上去就变成6了 这边是0.304 来我们开启计算机 0.09乘以6 再来是除以0.304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1.7763 那么这个数据 1.776 我们看看会落在哪里 1.776 非常不幸的 我们落在的是红色的区域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了 准备要下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 它落在拒绝域 拒绝域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认为这批货不等于10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结论是什么样呢 我们的结论是显著 拒绝了Mu等于10英寸的这个假设 现在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例题 精密公司的评管师负责检定5号电片的直径长度 因为这个电片我们需要的是比较精密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是40个电片 计算出来的平均长度是0.56 标准差多少 0.1 这是S值 现在显著水准是0.05 我们是否能够确认的是说 标准长度是0.55 可是我们算出来的是0.56 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差异 那么我们要下什么样的结论呢 来我们首先第一个把H0先列出来 H0就是我们基本上先预先相信的假设 Mu等于0.55 现在我们要建立的一个是叫做 对立假设H1 或HA 这个地方太长太短 统统都不行 我们的话呢 要的是就是要0.55 所以我们拒绝的地方是 Mu不等于0.55 这是一个双尾的一个问题 资料列出来 N几个 40个 X bar多少 0.56 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到底要接受谁呢 来看一下继续往下看 S是0.1 α是0.05 那么这个题目 N是40 表示什么呢 大样本 用Z来做 0.05的两头 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个字是0.025 这边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这个地方 我先写下去 1.96跟负的1.96 来我们来查验一下 表拿出来看 1.96 在哪里呢 在这边 0.4750 对不对 0.4750 就是中间这一块啊 0.4750 没错 好 我们把这个表移除 现在我们把这个两个临界值都找到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 这个是我们观察的值是如何 观察值的Z Z等于X bar减掉μ除以S除以根号N X bar请带进去 0.56 μ带什么呢 0.55 S用0.06带 N用40来带 写下去之后 来 我们现在继续写 上面是0.01 下面是 0.06 这个根号40 可以移到分子上去 于是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数字 这数字一样的 我们先算开根号 40 然后我们开一个平方根 然后再来的话呢 上下刚好消掉 底下是除以6就好了 来 除以6 等于 1.05409 我们取1.05 1.05落在哪里 落在这边 落在这边 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一批的资料 我们按照我们的观察 还不足以去推翻 这个μ等于0.55的这个基本假设 也就是说 结论如何呢 结论不显著 我们的证据不够 不够不足以推翻原本的假设 就是我们暂且相信了 μ就是0.55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个 双尾的一个问题 超商 某超商的话呢 在去年所有员工的 每周平均的工作时数 过去的经验是39.5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标准的时间 好 那现在我们来抽查一下 抽查几人呢 50位的员工 发现 有没有超过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呢 好像有略为超过 标准差9.6 那么我们现在问的是 这个超商 每周的平均工作时数是否有所改变 问有没有改变 那么我们就是双尾 不论多还是少 都是双尾了 那我们H0来请列出来 H0是μ等于几呢 μ是39.5 那么拒绝的位置是在μ 不是39.5 因为他问有没有改变 那么我们把H1对立假设列出来 不是39.5 就是我们的拒绝的位置 现在资料列出来 资料是50名 N是50 再来X bar是40.1 S是9.6 我们的显著水准 我们要求的是用0.05 那么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问题 当然用Z分配 Z表图列出来 0.025 这边不用说了 这边就是多少 1.96 负的1.96 那么我们写出来以后 仍然再亮一次给各位同学看 1.96 没错 0.475 0.475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理论的这个叫做临界值找到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观察的这个Z值 有没有在我们的合格的范围 有没有在我们的合格的范围 Z等于X bar减掉μ 除以这个刮胡S除以根号N 这个地方 S bar请带40.1 μ带39.5 S用9.6带 这个N的话呢 是50根号50 上面那个是多少 上面这个是0.6 根号50 把它拉上去 好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算式 很简单的 这边是根号50 我们就直接就先算根号50 开了平方根之后 乘以0.6 再来除9.6 等于0.44194 0.44 这个位置 落点在哪里呢 落点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那么 我们观察的资料 能不能够去否定原来的话呢 跟原来是有明显的差异呢 没有 没有明显的差异 就是结论不显著 我们这个部分的话来介绍的是 大样本 双尾的问题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只要是看到检定的步骤 都是一样的 先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就是原本的 我们先事先先相信它 那么什么情况之下的话呢 要推翻它 我们就把这个H1或者HA写下来 对立假设 比这个虚无假设更加的重要 因为它能够 它要表达的是 我们的拒绝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大样本 各位同学 都是用Z分配 这是应该要知道的 利用中央极限定理 然后呢 我们只要给定了一个显著水准的α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逆向查表 找到的理论的这个Z值 这个Z值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Critical Point 所谓的临界值 这都是及格不及格的分界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的部分 观察的Z值 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找出了观察的Z值 比较观察的Z值 是在临界值的 这个是合格的位置 还是不合格的位置 然后最后就是下结论